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天深夜的时候 初月正在巴士里睡觉 忽然有人踢了一下巴士外面的纸箱 还扔下了一个书包 放学之后 乌和小伙伴们来找初月 初月把织好的手套送给乌 当做是迟到的生日礼物 也顺便说起了昨天深夜的那个书包的事情 几人打开书包 发现里面是胶鞋 胶带 头套 绳子之类的 乌感觉到了危险 他们还是没能逃出案件之外 还想起他穿越第一次时 初月案件的整体过程 在他生日3月2日的晚上 初月被包打后关在储物间里 10点到11点之间 初月从储物间里失踪 附近残留长筒胶鞋的脚印 凶手把他带到了商用冷库 使用某种喷雾使其迅速冻死 在日出之前 又把冻死的尸体放回了储物间里 乌感觉初月不能再待在这个巴士里了 太不安全了 所以乌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 但是乌的妈妈很早就预料到了 初月在乌家里度过了平安的一夜 乌的妈妈也和班主任交代了情况 第二天早上 初月看见满桌热气腾腾的早饭 终于忍不住的哭了出来 因为他太久没有感受到过家的温暖了 这一天乌放学后 和妈妈一起把初月送回了家 而儿童咨询中心也终于打到了机会 见到了初月的妈妈 因为之前初月的妈妈总是避而不见 最后初月的姥姥出现了 劝住了初月妈妈 初月妈妈之前也是受到丈夫的毒打 忍受不了之后终于离婚了 自己一个人抚养初月 在夜深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遭遇 还是对初月下了手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初月受到了儿童咨询中心的保护 跟姥姥在一起生活 初月的事情暂时高于段落了 但是当年的诱拐案 不光只是有初月一个受害者 还有他和贤野所在的小团体中 长相有些像女孩子的广美 还有一个旁边学校的女孩中西彩 现在务的任务就是不能让这两个人落单 务调查了中西彩上补习班的时间 一有闲暇时间便去跟踪中西彩 除了跟踪中西彩便是送广美回家 他想保护这两个人 虽然这条路走得很艰难 但是他还要相信他的朋友和妈妈 这都是他继续战斗的勇气 费了很大的劲 务和朋友们终于和中西彩搭上了话 但是中西彩却是嘲笑了他们 男孩子喜欢找秘密基地这种行为 在日后的相处中 中西彩也渐渐的融入他们 成为了知道他们秘密基地地点的一员 现在广美和中西彩都不再是孤身艺人了 凶手应该不会再对他们加手了 虽然保护了初月他们 但也使务彻底地失去了寻找凶手的线索 凶手失去目标应该还会寻找新的目标 新的目标是谁呢 这时广美告诉务 说是最近班里的梅里好像总是自己一个人 之前因为一点小事 梅里被班里的同学排挤了 务感觉梅里可能会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梅里被班主任叫到体育馆 给同学们加油了 所以务便跟踪梅里到了体育馆 到了体育馆之后 梅里果然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务还没上前说话 梅里先动身去了卫生间 务左等右等都不见梅里出来 这时 他看见了百鸟哥哥家送货的车 这表明凶手就在这附近 务拜托了班主任帮助他追寻凶手 班主任开着车跟上了百鸟哥哥家的车 凶手真的会藏在百鸟哥哥家的车上吗 这一期就先讲到这里了 大家猜猜凶手会是谁呢 但是不要说出来透剧哦 我是你的小美呀 加个收藏点点关注 小美会努力报告更新哦 下期见吧 爱你们哟